警方以震撼彈破窗 快速衝進民宅內 要抓賣毒的52歲李星耀頭 來 李星耀頭被壓制 原警還在房內招出18報毒品 不曉得 那不是我的啊 那你都在這裡 人髒俱禍 李星耀頭當場 啞口無言 警方調查 李星耀頭去年8月 在台中逢甲地區販毒 被原警察氣過兩三次 一次為了躲避警方 搬回烏風老家 結果還是被逮 認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盡心深感念 烏風區老家另起無造 以該處作為販賣毒品的據點 但一堆販毒者 經常在鄰近住宅區出入 反而引起注意 李星耀頭和其他四名 涉嫌販毒的成員 把烏風老家當販毒據點 為了避免在人多的住宅區 引發槍戰衝突 雖然震撼辦本身沒有殺傷力 但因破近距離 可能造成停地受損 強力閃光會產生幾秒鐘的 暈眩 目盲 安全威嚇 效果十足 一時間兩聲爆裂聲 讓李賢在內的五位名犯賢 全部驚嚇該制 立即趴地束手就起 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最險 提起公訴 凸起來的震撼彈攻堅 巨大爆裂聲 嚇壞當時正在進行毒品交易的 李星耀頭一夥人 警方當場壓制他們 也查獲毒品 七包海洛因 五包安非他命 還有六包的毒品 咖啡包 現金一萬兩千元等 髒證物 被依違反毒品 妨害防治條例 最險提起公訴 動森信用武器廠領身 台中報導